封面新闻新闻,8月11日消息,8月7日下午,一则爸爸转让女儿救儿子,那消息,引发网络关注,被广泛转发的几张图片中,来自四川俄眉山市的年轻爸爸梁玉佳,站在成都市区一家医院附近的街头,怀里抱着长相乖巧的女儿, 面前放着一块牌子,转让女儿救儿子,梁玉佳站在街头,怀里抱着女儿,面前放着一块牌子,转让女儿救儿子,典型的众男轻女,厄所的噱头,太可怜了,引发巨大争议的同时,梁玉佳的举动已引完了相关部门的关注,8月9日,峨眉山市相关工作人员来到医院,问问那梁玉佳一家, 封面新闻记者多方了解发现,被受争议的转让女儿这一举动背后,有网络募均平台员工为其支招事件,为儿子酬医药费,转让女儿,以争议梁玉佳一家来自峨眉山市随山正义春梯组, 8月7日下午,31岁的梁玉佳抱着女儿小心化名,拿着拍子出现在街头,很快就引发了路人围观,有人对着她的拍子一阵梦拍,转让女儿救儿子,自体出大的红色标题后,拍子正文简述了这一举动的原因, 我的双胎胎孩子三岁八个月,儿子2018年7月12日确准白血病,先后花费了五万元,孩子治疗还需要五六十万,我们家实在无法筹错了,自体出大的红色标题后,拍子正文简述了这一举动的原因, 女儿活泼,可爱,但我们没有能力给她好的生活和教育,拍子上继续写道,如果哪位好心人,能出钱帮助我儿子治病,我就把女儿送给她,拍子下榜,付了儿子小城化名,女儿小心在医院的照片,以及梁玉佳自己的身份证照片,拍子上的内容,连同梁玉佳抱着女儿,扶着拍子,求助的形象很快传遍网络, 巨大的争议,也随之而来,有人认为这家人可怜,苦与慷慨解囊,有人认为此举藐视法律,公然买满人口,有人认为是重男轻女,至于为什么不承认儿子,有人认为是炒作,直到舌头引发关注,太棒,曾经儿女说全任人谢,经为医药费筹铺头,8月8日上午, 封面新闻记者来到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,见到了余万漩涡中的梁玉佳一家,是夜喝的一间病房里,小城坐在病床上,嘴里含着勺子,呆呆望着眼前的白粥,小城坐在病床上,呆呆望着眼前的碗,他刚刚才哭完, 奶奶罗勤刀说,小城的爸爸梁玉佳,妈妈全蓝琴,2013年在贵州打工时消失,2014年4月,两人婚后生下一对姐弟龙奉胎,儿女双全,当时觉得人生都圆满了。 今年7月小城,被缺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,住院后,奶奶在附近租了房给孙子做饭,但今年7月开始,小城突然喊脚痛,整晚整晚睡不着觉。 7月11日,小城被送往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诊治,并于4日被缺诊为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,全家人都猛了。 罗勤方说,不过没有任何犹豫,大家就决定进行治疗。 截至目前,小城已经做了四次骨髓穿刺截至目前,小城已经做了四次骨髓穿刺,他声音都哭哑了,我听觉心都碎了,我一般都走开不看。 住院后,罗勤方在附近租了房,专门给孙子做饭,医生说不能吃油的和冷的,只能自己做。 妈妈陈兰秦说,30万的医疗费对他们家而言,无异于天文数字,更大的困难是医疗费。 小城的妈妈陈兰秦拿出医院费用清单,7月12日入院以来,已花费将近5万元,他才刚开始化疗。 接下来还有好几个疗费,顺利的话估计花30万左右,不顺利的话就是无底洞。 陈兰秦说,这对他们家而言,无异于天文数字。 这段时间因为闲的事,夫妻俩经常吵架,回应,后悔转让女儿,系友人制造小城换病前,梁玉佳在贵州某一页公司打工,虽然一个月的工资有六七千元,但仅仅够一家六口人日常生活。 小城换病后,全家人便四处借钱,但最终只借到了两万元,夫妻俩决定,将他买不久的新房卖掉,但到中介初才发现,房子是安置房,没有房产证,根本卖不掉。 8月7日下午,梁玉佳带着女儿离开了城门的病房,说是出去给姐弟俩买玩具,随后,他来到医院外部远的华西坝地铁站口,摆出了那块转让,女儿救儿子的牌子,姐姐在病房里贴心的照顾弟弟,他事前什么都没有跟我商量。 陈兰勤说,自己知道当天晚上,才通过病友群知道了这个事情,随之而来的,还有各种负面评论,甚至诋毁和漫漫,很郁闷,只是希望更多人关注,没想到已来这么大动静。 对此,梁玉佳也表示,真的很后悔,但当时真的是被逼,倒没办法了,释发后,先后有几个人给梁玉佳打来电话,表示愿意出钱救助小城,但都被陈兰勤一一回绝,怕用了他们的钱,到时候把我女儿带走,至于是如何想出,转让女儿救儿子这个主意的。 梁玉佳不愿意多谈,妻子陈兰勤则认为,丈夫一个人想不出这种方法,估计背后有人给她出的主意,直到8月9日中午,梁玉佳才透露,是和沫网络募捐平台的工作人员一起想了主意,进展,当地介入救助,网上募捐一个继续一个终止,转让女儿救儿子。 这一事件,也引起了峨眉山市相关方面的注意,据峨眉山市相关工作人员介绍,发现此事后,当地相关方面十分重视,一方面调查核实情况,一方面派人前往探望。 8月9日中午12点,工作组一行8人来到医院,慰问了梁玉佳一家,送上了慰问金、慰问品。 同时,工作人员对梁玉佳,转让女儿的行为,进行了批评教育,指出了几错误。 此前,针对梁玉佳一家的情况,峨眉山市随山,这五一村曾组织全部九个村民小组募捐,共捐款8000余元。 同时,村,这两集已收集相关申报材料,几时向民政部门必将的提报申请。 相关工作人员表示,此外,相关方面还在积极为梁玉佳一家准备临时困难救助、医疗救助、套病保险补充等包复所需的手续。 截至8月9日晚上9时,梁玉佳一家通过爱心筹平台收到捐款,仅5万元小筹患病后,梁玉佳一家还在爱心筹喝水滴筹两个求助平台上发起了募捐。 截至8月9日晚上9时,爱心筹平台已收到捐款近5万元,显示有1556人次解囊相助。 水滴筹的募捐则已被平台中指,平台上的数据显示,中指前共有2205人次捐款3.9万余元。 水滴筹平台趁我们情况不属实,因为微博上有一条评论,说,我们一家,已经募捐了130万元, 对此,全的狼情十分无奈。